记者12月17号从四川省宜宾市新闻县委宣传部获悉 据部完全统计 截至12月16号20 30时时分 四川新闻地震共造成新闻县6145户农房一般受损 252户农房严重受损 两户农房完全垮塌 集中转移安置629人 镇区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有序进行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6号12时46分 在四川省宜宾市新闻县 北纬28.24度 东京104.95度 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千米 镇中位于新闻县周家镇 记者17号凌晨在周家镇的临时安置点看到 不少志愿者在安置点外整理方便面矿泉水等救援物资 武警和民兵正帮村民搭建刚运来的帐篷 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支队长聂刚介绍 此次共出动武警110人 第一批已运底的300顶帐篷将连夜搭建完成 确保受灾的群众能够得到妥善安置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救灾物资的转运 今天晚上要搭建安置点的帐篷 确保受灾的群众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 我们装载的第一批帐篷有300顶 今天晚上连夜搭建完成 按照每顶帐篷四个人 今天晚上预计安置1200人左右 由于夜晚气温骤降 安置点外的空地上救援人员支起了四个火堆 方便村民烤火取暖 村民汪清兰一边烤火 一边等待住进即将搭好的帐篷 回想起地震时的惊险一幕 人心有余悸 周家镇镇长周远峰介绍 镇上有90余户村民的房屋 严重受损 这些村民都会来救援点集中安置 由于帐篷还没有全部搭建完成 搭建好的帐篷都满负荷住满了村民 都是轻微伤 主要是房屋拉裂 还有就是那个地质灾害 还有是就是公路的垮塌的 其他没有很严重的情况 重点负大概是32负 年轻收损的大概是九十一负 习近一白负